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新年前财神道,这三大生肖家做客,生肖鸡,生肖鸡为人大度,心地善良,对待朋友真诚,而且属鸡的他们性格,也是那种踏实稳重型,正是因为这样,所以生肖鸡贵人多,恭喜生肖鸡,2023年财运走上高峰, 横财滚滚,富得流油,2023年生肖鸡有贵人有财神,事业尚会迎来不断的发展机会,好的运势加上生肖鸡的努力,以前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,现如今都可以实现了,无论是贵人止入带来的正财,还是财神护佑所带来的横财,都是有相当可观的收入,往后衣食无忧, 生肖鸡在新的一年里,有贵人的帮助,正财横财一起发,他们有很多意外之财收入囊中,被福运包围,为家庭添财气添福气,生肖鸢,属猪的人头脑比较聪明,具有与众不同的眼光,很少有人能像他们一样充满上进心, 生肖鸢命宫中,有红化贵人吉星照耀,恭喜生肖鸢,2023年财运走上高峰,横财滚滚,富得流油,生肖鸢2023年运势不仅高升,而且财神也频繁来到家中做客,命里的财富将会被激发出来,将有一大把横财从四方而来, 只要生肖鸢他们遇事时能多些担当,工作上能更加的加油努力,就能事业有成,生意兴隆,赚钱轻轻松松,属猪的人他们能力强,心灵手巧,属猪的人很善良,从不喜欢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,他们的头脑优秀,靠住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,新年一到属猪的人裁员大涨,他们做事得心应手, 被贵人和福运包围,生肖羊,属羊人的性格稳重,第六感觉超强,这造就了他们惊人的洞察力,属羊人善于发现商机,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,总是努力坚持,所以他们总会第一步获得商机,属羊人不缺勇气,他们高贵有自信,财神常常眷顾他们,2023年一到属羊人有贵人帮扶, 逢凶化吉,一年都被福运包围,属羊人之前,因为受到了冲太岁的影响,而导致运势欠佳,生活里麻烦不断,更没有什么惊喜可言,好在命中有紫羊吉星闪耀,恭喜生肖羊, 2023年财运走上高峰,横财滚滚,富得流油,生肖羊2023年运势开挂式的网上涨,不仅得财神眷顾,正财翻番,而且偏财运势也当鸿不让,同时生活和工作上与贵人鼎力相助, 事业如鱼得水,生意兴旺发达,属羊人若能抓住机遇,将会事业顺利生意旺,日子越过越红火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算命先生说,难逃投奖运的生肖,接走待望财运,生肖舌, 属舌的人从这个月开始,财富上有上升,横财很多,另外桃花也上门, 预计告别早期整体事业平庸,生活艰难,赚钱很累的局面, 到那时,他们将获得财富,而且还有一段美好的爱情,属舌的人进入2023年整年的运势, 都很让人满意,由于吉星照耀,他们感觉自己充满能量, 工作起来更加有干劲了,属狗的人,属狗的人在2023年谈恋爱的机会很多, 在职场上最容易遇到喜欢的人,而且事业上升得很快, 2023年财富运势非常好,比去年明显提升,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, 2023年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, 职业生涯有望得到提升,他们会很高兴遇到贵人, 得到贵人的各种帮助,这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, 他们的事业会一步一步上升,蒸蒸日上, 属像兔,生肖兔一向都很有福气,做事情也是脚踏实地, 之前的日子过得还不错,年初的一段时间,遇到了凶星入命, 运势一路走低,日子越来越苦,而到了一月生肖兔, 得六合太岁之力相助,财运飞升,大财轻松进账,日子越来越富贵, 属像龙,属龙之人到了一月审变官,有天姐天府即兴进门, 有机会改变之前,镇子贵人运欠家,不顺心的是一茬接一茬的情况, 机缘一来好运连连进家门,倘若抓牢这一次的大运, 正财运攀升,幸福伴身边,另外对于一部分属龙的人来说, 可能是望运带动桃花,有些人桃花多正财望, 对有考虑脱单的人来说,如果想寻得另一半, 那么应当对于异性要多主动,属像羊,属羊的他们一月审变官, 得小天刚吉星庇佑,受好运影响,有望改变较长一段时间心想难成, 财运一般的情况,一月起运适宏到发子,升官发财中大奖,喜事络绎不绝, 同时属羊的人事业中,凭借自身努力,未来总体中发展顺利, 今后大财难逃,家庭衣食无忧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猪为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富有, 偏财运连发,横财连转,运势大红大紫的五大生肖, 生肖猪,生肖猪的朋友特别愿意帮助别人, 但是之前他们因为受到凶星打压, 所以运势的整体表现十分差,生活过得也是十分拮据, 不过在未来十天内,生肖猪的朋友的运势将会整体转好, 到时就有大把的横财连连进账,赚得钞票多多, 生肖鼠,鼠鼠的人天生不服输,面对生活也充满智慧, 总能助演于细节,从别人发现不了的方面, 寻得最好的机遇,前几月虽然说破财有余, 生育也不是十分理想,未来十天则风生水起, 财运突如其来,势头汹汹, 黄河之水添上来财运也是添上来, 富贵运势逃不过,生肖牛,生肖鼠牛的朋友, 十天内喜事临门,发横财中大奖, 运势一路走高,大吉大利, 属牛人他们身无外债亦身轻,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, 随着时间的增长, 属牛的人事业越做越大, 很快就能够天道酬勤,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, 假以时日必定能够成为人生赢家, 生肖狗,属狗人未来十天遇到长生三合之月, 运势大红,事业上虽然忙碌依旧, 工作繁重难免,竞争者颇多, 然贵人有助,事有多成, 财运上挣偏财都不错, 年终奖送礼的都有一番收获, 若能把握好的,投资上机会也不错, 感情上也是一番红艳, 正观正才并现, 单身者适当把握机会, 水到说不定去就成了, 生肖虎,属虎的人思维敏捷, 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, 前进方向, 能看到有发展前景的事情, 赚到大钱, 十天内运势大红大紫, 贵人财神进门, 收入一路飙望, 属虎人有财神也护航, 财运不错, 横财连转, 大奖连终, 事业也如鱼得水, 蒸蒸日上, 能够创造百万财富, 整体生活水准提高, 负得漏油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友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, 多愿多为想有 Needed, 明天你做得,